好 我们来看example 32啊 他说the first term of the gp 是21 所以这个是我的a a等于21 然后这个是我的s infinity 然后他现在叫你找他的r 这样非常简单嘛 我们知道s infinity是a bar 1-r嘛 所以我的28会是等于21 bar 1-r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1-r会是等于21 bar 28 所以我的这一边我搬位置的话呢 我就有那个1-21 bar 28 所以我的r会是等于7 bar 28 47 28 1 bar 4 所以r是等于1 bar 4 ok 所以我的答案是r等于1 bar 4 好 来 接着这一边他说他有一个gp 然后他的r是negative 3 bar 5 然后他的s infinity是-10 然后他叫你找他的a first term 所以我们还是同样的s infinity bar 1-r 所以我的-10等于a bar 1-r墙-3 bar 5 所以我的-10乘以1-r墙-3 bar 5 就1加3 bar 5 8 bar 5 所以我的a呢会是等于-16 所以我是a等于-16 所以我是a等于-16 这边我这个0.565656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把它想象成0.56加0.0056加0.0056继续加下去 然后m是Proxion in its lowest term 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就要找他的s infinity了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a 我的r是0.0056除0.56 然后是0.01 这样吧 所以我的s infinity呢 是等于a per 1-r a per 1-r 所以我的a是0.56然后1-0.01所以是0.56除0.99 所以他是56 per 99 ok 所以他答案是56 per 99啦 ok 好 这个就是他答案了